你知道委内瑞拉因疫情期间开支过大 他们想用黄金换点现钱先应付一下 结果居然发现存在英国英格兰银行的30多多多黄金被冻结了 长言道 乱是黄金 圣是古董 据统计 全球约有60多个国家将黄金存放在美国 就连我们中国也不例外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世界各国的黄金 为何大多国家选择将黄金存放在美国纽约城下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的数据来看 中国的黄金储备量超过1840吨 这其中约有600吨放在美国 首先要明白一件事 对一个国家而言 黄金是其货币最后的信用支撑 也是抵御本国货币崩溃前的最后一道保障 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说到这儿 很多人就要问了 这些国家 自己国家没有银行吗 为什么黄金还要存在其他的国家 你可能还不知道 两次世界大战 美国都是参与国 又因远离战场等因素 使得本土没有受到多大损伤 期间 还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武器和物资 大发了一笔战横财 而且 这一时期 他们只接受黄金等贵金属的支付 借其积累了巨额的黄金 这一点从二战结束的时候 美国国力大增就能看出 不仅独霸全球 还聚集了全世界近三分之二的黄金 最重要的是 相比于其他的国家来说 美国的安全性高 受战争的威胁相对较小 这也是其他国家 愿意将黄金放在美国的原因之一 或者说 二战结束后 除美国外 当时世界上各主要大国 在战争中 基本上耗光了黄金储备 甚至掏空了家底 再者之后 更是不得了 在1994年7月的时候 国际社会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了会议 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 使得美元和黄金直接绑定了关系 还确立了金融霸权 各国货币也与美元挂上了钩 那时期 35美元可兑换一盎司的黄金 这也是美元为何会叫美金的原因 毕竟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多 美元又是流通货币 所以很多国家都到美国购买 兑换黄金 纽约也就逐渐成为了 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 如此看来 也可以说美元的涨跌 实际上与黄金有着 同坑同源的关系 一开始 所有国家都用外汇储备 在市场上购买 后来由于运输和储存 导致各国将在美国购买的商品 放在了一起 这样不仅方便了很多 还节省了很多成本 从另一方面来看 黄金属于不可再生 在全球储量有限 黄金这种东西又贵又重 不便于运输 而在国际黄金交易中 买卖双方大都是两国之间 交易额大 距离也远 这无疑增加了运输难度 国际黄金市场更是如此 交易顺心万变不说 如果说一国急需外汇 等到他们真的把黄金 运到美国去交易的话 估摸着黄花菜都要凉了吧 所以人们认为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将黄金存放在纽约 更方便人们兑换美元 美联储的地下金库 就这样成为了世界上 最大的黄金宝库 对于各国政府来说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就像是一个优秀的保险箱 它位于纽约自由大道33号 是一栋12层楼的 花岗岩意大利风格式建筑 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地下金库 就位于纽约曼哈顿地下20米 里面一共存放着8300多栋黄金 这个数值差不多是世界上 四分之一的黄金 从大小上来看 整个地下金库 足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人们将这里分割成了122个库房 最大的库房 大约可以存放十多万金顶 市场价值相当于150多亿美元 令人诧异的是 这样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地下金库 居然对外开放 奇怪的是 人们完全不用担心 存放在这里的金条 会被游客顺手牵扬 这是因为这里的安全措施十分严格 其安全级别之高难以想象 它的名气还使得 这里成为了游客到纽约 必定参观的景点之一 再只是 地下金库的工作人员们 也不知道这里的黄金 具体属于哪个国家 因为黄金库房都以编号命名 在这种暗房级别下 各国自然可以安心地 将黄金存放在纽约联储银行 地下金库进出 都要进行复杂的搜身 工作人员以及参观者 都需要穿上特制的超重鞋套 或者说 你在金库区域走下的每一步 都被记录了下来 这是因为里面安装了一套 超高级脚掌自动摄像机 都会准确地定位 几乎可以记录下你每一秒 每一步所在的具体位置 除了这些 还有众多武装警卫 在这里24小时轮班看守 还有一点是 这里坚固的墙壁厚达数米 金库外框是一个 重达140吨左右的 钢筋火泥土勾间 大门则是一个 90吨重的钢制圆柱 圆柱的中间是 通往金库的狭窄通道 一旦大门关闭 这个金库就会处于 气密状态 据说 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门会触发机关 彻底锁死出入口 可在28秒钟内立即封闭 届时 这里面的空气 只顾一个人存活7到8小时 在这之后 它会因氧气缺失而窒息死亡 除了这些 地下金库还有一个 十分惊人的能力 这里的金库大门 连核弹都拿它毫无办法 所以说 这样完备的金库 建成到现在几十年里 没有发生过一次偷盗事件 也正因如此 哥哥才更愿意将黄金 放在这个金库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欢迎评论留言 我不一定都能回复 但都会去看 最后 问你要个点赞 收藏不过分吧 记得特别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启明 谢谢那些关注 太空技科普的朋友